沒有辦法沒有韓的 因為他能夠成功的 在出這個一開始這個階段 去壓制柯的政量 把柯整個壓下去 然後讓藍營的這個候選人 就算是朱立倫的話 他打起來才會比較順手 會比較好打 然後整個把這個菜也邊緣化掉 所以原本民進黨 最近有一個策略就是 這個拱韓藍柯邊緣化朱 這是他們的一個說法 普遍外面會有這樣子的說法 顯然這個策略是沒有成功的 甚至是失敗的 那未來他會怎麼調整 我覺得我們還要再看 所以這個當然就涉及到 民進黨內部 他怎麼樣去重新佈局 或者有沒有重新佈局 再來3月16號的初選的結果 這個也會是蠻關鍵的 特別是對民進黨來講 會是蠻關鍵的一場戰役 再來就是說 這個朱立倫本身 朱立倫從1124到224三個月的時間 你幾乎沒有看到他 在總統大臉自信上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他除了二月中去 生意了三個月 對 就像將近有三個月 他是沒有什麼聲量 去美國啦 極調的學習 即便去美國聲量也很低啦 那時候去美國他的聲量 其實是被其他 被韓國瑜蓋掉的 因為韓國瑜跑去其他地方 還有柯文哲去以色列 所以他的聲量其實被分散掉 他回來唯一聲量重擊的 就是說引起討論的 那個話題叫核四啦 可是那個對他也不見得 那麼的百分之百的正面 可是他要聲量起來 那你就很納悶 2月24到今天3月7號 也才10天 那10天這個rebound這樣回來 這個民調這樣子談起來 所以這個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真的是因為 3月5號那一天的見面 我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